最近習威廉宣布自己已經在深月底約滿正式離籌 未來與TVB以其他形式繼續合作 習威廉這個名大家還未覺得記熟悉又有些陌生 總覺得經常見到他又好像不太記得他 就在前幾天的《逆天奇案》中 他就有份飾演和讀法有難捱的眼線以細組韓耀星 在裡面他無臥不作無蹤無人結局就當然沒有好收長家了 因為韓耀星的造型都挺俗雖然只有短短幾個鏡頭 大家都對這個角色有些印象的 飾演韓耀星的習威廉原來是2010年的香港先生 當時他還一舉習下活力先生、魅力先生、旅遊先生 粉絲關注大獎以及港南冠軍在比賽中大獲全勝 因為他包攬了所有大獎又曾經是亞洲先生 所以在大家的關注下順利入行 成為TVB的簽約演員 雖然入行光環好勁 但他的星圖發展就一般 入行多年都沒有機會做大主角 他參演的角色也比較韌 一般會是警察 有錢無能富二代金 氣氛都不會太多 大家印象比較深刻的角色 應該是他和林夏薇、陳家洛合作的譯緣啦 他在劇中飾演暗暗林夏薇的上司 但微微最終和陳家洛撻著 四捨五入這麼計 他可以算是家洛仔的成敵 習威廉演的角色 好像都是無功無過 也沒有太多人關注他的演技 但他的情史就比較精彩 被不少人封過渣男 後悲就麻麻地 最近他宣佈離籌之後 簡直徹底放非禁 猛金爆料 他自報有海量性伴侶 大家不說感情Just尋開心 只要保證大家沒病 就不需要負責任 在娛樂圈中 做海王的明星不在少數 但是把約炮玩家作為封號 把擁有海量性伴侶作為噱頭 把超十年的約炮經歷作為心得分享 就讓人感到不堪和不惜 習威廉最近在接受專訪時 自報自己有數量不少的性伴侶 雖然對象中沒有同公司女藝人 但是已有十年經歷的習威廉 還自報選票要求 偏向年紀大 見識廣 會玩不越界的對象 而且對象已經跨過界 跨領域 與此同時 他又爆料 自己雖然愛弱 也試過賴野 但是還肯有底線原則 不強迫 不說放 不傷害人 保護好自己 自然一出 原本以為 習威廉這種海王執食的行為 應該會引來坊間的一片麻麻 但事沒想到 習威廉反而成為討論區偶像 很多人甚至想拜他為師 欣賞他 敢造又敢認 他的條件這麼好 不約就浪費 看到這女忍不住感到驚訝 現在網絡上的價值觀 已經牛曲成這樣了嗎? 試想一下 如果當事人是自己相識的朋友 是不是也有點假認呢? 而習威廉的約炮行徑 就紮紮實實地傷到了一個女歌手 前兩年 歌手麥貝儀 就突然不開明地炮光男友 力數三宗聚 對方不僅性伴侶數量驚人 而且虛情假疑 演出來的痛愛和照顧 更嚴重的是 還到處說是自己死前爛打 主動糾纏 雖然麥貝儀沒有公開對方試碎 但是當時他和習威廉正傳飛聞 還經常組隊玩音樂 所以大家馬上就猜到麥貝儀控訴的 就是習威廉 而更驚人的事 這件女友變炮友事件還涉及到了玉美 沒錯 就是和林作愛德天翻地覆的玉美 據說當時麥貝儀接受採訪時 暗示前閨密玉美做第三者 而一向無畏無據的玉美 自然是馬上出來還的 麥貝儀才是做第三者的啞個 當時我介紹林作和他認識 肯定是知道他和習威廉沒有再一起才介紹的 麥貝儀在和林作拍拖時 還跟習威廉約會過夜呢 他還毫不客氣地說麥貝儀應該去看看醫生 看到這類 想必大家都一念夢 林作不是玉美的現任嗎? 竟然還跟玉美的前規密再一起過 這亂遭遭的關係 實在讓人看不清 摸不透 至於習威廉 則是馬上認低威兼撇清關係 又說不知道麥貝儀男友是誰 又說和麥貝儀不是情侶關係 總之 自己單身當年 即怕散拖 對象不是麥貝儀 如果他的生活方式讓麥貝儀不開心 他表示道歉 來到這類 事件逐漸清晰 估計就是兩個人在約的過程中 一方想投了 一方沒感覺 終於鬧出了這場鬧劇 不過看得習威廉 如此坦蕩蕩的分享約炮心得 大家可能都會問 難得互聯網上 真的沒有他在乎的人了嗎? 或許還真沒有想當年 習威廉以擲封的艾名 參加2005年的亞洲先生選舉 可惜在已經沒落的亞時 沒有得到什麼關注和水花? 於是2010年 習威廉又參選了香港先生選舉 靠著一身肌肉和不錯外形 成為白鳥冠軍加入TVB 可能習威廉本以為 自己外形條件好 還留學日本 會日語 韓語 才藝多多 還是白鳥香港先生 怎麼也會被無線捧一捧吧? 這可惜 不知道是不是大隻佬的形象限制了他的氣露 習威廉經常演一些渣男戰爭 奸人 二世祖 不然就是傻傻兇兇 四肢發達 頭腦簡單 而這麼多年 他唯一公開過的女朋友 就是曾經拍拖五年的陳婷欣 當時他們也算是一對金銅玉女 兩人曾經多次被拍到共同進出 共同吃飯 但是對於戀情就是打死都不承認 直到陳婷欣 找到了虎雙楊真元 當初不少網友都表示陳婷欣是騎牛爪馬 將習威廉當作最佳避胎 而另一方面習威廉又十分樂意 且不介意地充當非民男友的身份 兩人也試份守候才公開 而在KVB發展平平 習威廉就開始做自己的清酒生意 清酒小店開張 升級做老闆的習威廉 還邀請了非民前女友陳婷欣 陳婷欣也十分給面子盛裝出席 陳婷欣表示自己會試上客 兩人在活動現場還商戶條款 習威廉稱陳婷欣如果不光顧的話 就算對方欠自己很多 更表示永遠都還不清 不知道此話有沒有其他的含意呢 除了做生意 習威廉還會玩玩音樂 早早落隊 劍色一下私以賺點外快 如今他離巢KVB之後 沒有了公司的約束 更有一種破罐子破損的感覺 直接爆料自己的約束歷程 還因此擦爆版面 說到這裏 一時也不知道作何評價 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還是道德的論壯 雖說這都是個人私生活 但是社會的開放 不等於笑貧不笑窗 也不代表可以大事報導 甚至鼓勵這樣的行為 更何況作為公眾人物 可以不告上 但切勿不支持